這個我交給Annie回答 是的 我們其實希望 現在已經11月了 我們售樓說明書和售樓廠 其實已經準備到最後階段 我們會到時視乎市況 希望12月會出來和大家見面 最快12月 最快12月初 所有單位都會傾向推售 還是會有單位保留公收租 全部都會推售 全部都會推售 但可能有些特別單位就會以招杯形式 可能有些就會公佈價單出來 價錢方面 價錢方面 其實我們覺得 我們的樓盤沒有一個很直接的 某一些樓盤可以參考或者比較 但是整體上 我們都會參考一些市區的優質盤 去作為我們定價的參考 是 是不是最快12月初 最快12月初 是的 11月底可能都會 我想最快11月底 直到12月初 對 這次是準備了幾個 一張體 兩個 兩個 扭扭的地方是 在 莊士倫敦廣場 尼敦道 奧斯丁道 尖沙咀的位置 也是一個很方便的位置 非常方便 一半分鐘地鐵 也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然後就會 讓我們接著下來 這個樓盤也會接著下來 樓盤的售樓廠都會在那裡 那問一下 有什麼意見 回到那個項目的總統投資額 和那個 那個項目的總統投資額 那個項目的總統投資額 大概是 7億 6億 6億多 是的 你今年那個樓價都由升轉跌 單單噴那個利潤問題嗎 利潤就一定比本身最初的 最初的預期 因為始終那個市場真的淡靜了 淡靜了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現在 其實出了事件報告那個 減壓之後 其實是見到有少許轉角的趨勢 你見譬如說 可能出來看衣服的人 參觀一些森盤 一些人流的次數 那其實都會是多了的 是的 所以我們會形容 現在有少許慢熱 但是我自己會感受到那個轉角 再加上加息我的走勢 其實是明朗了 因為其實7月到現在 那其實 會 大家都會覺得 整個市場都會覺得 它再加息的機會 其實是越來越來的 是的 反而大家現在集中去看 就是說 下年何時開始減息 所以 息口這個因素 其實會對整個 所有的買家的心理 是一個很大影響的 香港人很多都是 有錢 亦都有自業的需求 其實 是 慢慢 現在慢熱回 我們叫回穩 然後慢熱回 我們會覺得 其實 其實 今年第四季的市場 我們就會回穩 轉角 到下年 其實就會回穩 或者有些微升 這樣的 香港的樓盤 這個樓盤是近三萬元的 是 接近 能夠計算 實用面積的成本 呎價值超過兩萬元嗎 成 又 還有 我們還有地鋪 我們還有地鋪 是的 所以 數字又不是那麼直接這樣計算 地鋪 地鋪那邊 我們融後公共 我們融後再補給你 地下一樓二樓都有鋪 是的 其實有信心 有錢賺的 有信心 都有錢賺 但是真的 利潤 這個就不方便透露 但是 那裡的鋪 也是一些很漂亮的位置的鋪 是的 鋪是會自用 還是 都會出售 都會融後公佈 這一部分 是的 還有其他問題 追風請幾錢 哈哈 這個 生意秘密 這個生意秘密 這個生意秘密 這個 是的 但是兩個都很pro的 兩個很professional 是的 前面都有 是的 這個生意秘密 那你剛才說 參考 就是 市區優質的地方 其實在價錢上面 都會有自己的空間在 我們 我們其實 會一直看著市 就是 也老實說 價單在這一刻 是未定實的 到 其實 真的我們開盤 我一下 其實可能真的前一兩天 那我們再會按著市房 去定 就是 比較 可能有不同的樓盤 各自的樓盤 各自的深盤 都有不同的優勢 或者特色 然後再比較 我們的樓盤 又有什麼優勢 或者特色 到時候我一刻 那我們就會定 那這一刻的價單 就真的 我自己的腦都沒有 是的 那就 因為覺得也不需要 去到我下體的市房 那我們再會定 是的 那個花期有多長 這個是花期不長的 那 大概 七個月左右 是的 我們預計關鍵日期 是 明年的年中 這個住宅之外 是不是還有 還有 還有的 其實 接住下來 都會一直 其實有本推 是的 就是一個 完了 其實又會有 另一個繼續 博控推 那有幾個發展中 還有哪個區 我們其實 總共發展中的項目 有八個 是的 那部分有些是 商業 工商 或者是 一些很漂亮的 Grade A 那也都有 四個 就會是住宅盤的 那當中 橫跨就會有 九龍區 也會有港島區 是的 差不多了 好嗎 好嗎 今天給予一個 新鮮的感覺 還有 對 給大家 遲些很快再見 我們開展燒廳的時候 是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